荒川和酒所写的超单身社会将告诉我们 随着未婚率和离婚率的逐年攀升 以及丧偶导致的高龄单身 在2035年 日本将会有一半人口是单身 日本在走向老龄化社会的同时 也率先成为超单身社会 2021年 中国结婚登记数为763.6万对 创下历史新低 而在我们的邻国日本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就出现了未婚率上升 单身人口增多的趋势 比中国要提前20多年 如今的日本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单身社会 日本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5年 日本男性的终身未婚率为23.4% 女性是14.1% 而根据日本人口研究机构的推算 到2035年 日本15岁以上的男性未婚率将达到35.1% 女性未婚率将达到24.6% 如果算上离婚和丧偶的人口 全民单身率将达到48% 也就是说到2035年 有将近一半的成年日本人是单身 作者荒川和酒通过详实的调查数据 展示了日本社会的单身状况 分析了单身的社会因素和社会影响 那么为什么日本的单身人口会不断增加呢 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未婚率和离婚率的双重上升 先来看未婚率 日本在传统上很重视婚姻 认为结婚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很长一段时间 日本的未婚率都很低 在1990年 日本男女的终身未婚率都不到5% 但从此之后 终身未婚率就开始显著上升 一直到2015年 男性的终身未婚率是23.4% 女性是14.1% 日本男性的未婚率要比女性高很多 这是因为 在全世界范围内 男性数量都比女性多 以2015年的日本人口为例 15岁以上的未婚男性比未婚女性 多了341万人 为什么在1990年之后 日本的未婚率会上升 作者总结了三点原因 第一点原因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 日本泡沫经济破裂 1985年左右开始的日本经济浪潮 给当时的日本人的感觉是遍地黄金 很容易就能挣到钱 房价和股票都飞速上涨 日本人的工资也迅速上升 对许多日本人来说 放假到夏威夷或者欧洲度假购物 这是很平常的事 各种高端奢侈品 在日本市场都很容易卖断货 但这份繁荣 是靠经济政策的投机炒作 制造出来的泡沫 并不能持续 到了1990年 泡沫经济破裂 日本的房价和股价一泄千里 大量企业银行都破产倒闭 无数人失去工作 甚至倾家荡产 刚毕业的年轻人也找不到工作 日本从此进入了 长达十几年的就业冰河期 直到2005年才开始好转 在这段时间 即便有些人能找到工作 他们也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在泡沫经济破裂之前 日本的企业实行终身雇佣制和年工序列制 员工极少会被开除 只要做够时间 不管成绩如何都会升职加薪 这种制度给人很强的安全感 觉得未来近在掌握 泡沫经济破裂后 许多公司废除了年工序列制 开始把职位薪水和业绩挂钩 只有业绩出色才会升职加薪 业绩差的就算不开除也被降薪 对许多日本人来说 这是非常大的转变 觉得生活一下子变得不可控 而日本家庭传统上是男主外女主内 很多女性结婚前 做一些收入不高的临时工作 结婚后会辞职变成全职主妇 家庭开销基本靠丈夫的工资 泡沫经济破裂后 没工作的男性承担不了家庭开销 自然不会考虑结婚 就算有工作 一些男性也会觉得看不到未来 担心可能会降薪或者失业 同样不愿意结婚 和男性一样 面对动荡的经济环境 女性会觉得结婚风险很大 结婚意愿降低 于是未婚率就上升了 在泡沫经济破裂后的十多年中 很多日本人不再把结婚 看成人生的必需品 虽然2005年后 日本经济逐渐复苏 但和20世纪相比 人们各方面的观念 都有了极大的变化 这些观念也会影响结婚 未婚率上升的第二点原因就是 男女对经济收入的观念差异 作者统计了 从1987年到2015年的 七次婚姻调查 分析了未婚男女的 观念变化和差异 对于结婚有什么好处 相比男性 女性更倾向于认为 能够拥有孩子和家庭 以及经济更为宽裕 从趋势上说 选择经济更宽裕的女性 每年都在显著增加 说明越来越多的女性 看重婚姻的经济价值 而相比女性 男性认为 结婚的好处主要是生活更方便 能够得到社会的信赖和平等对待 因为虽然日本单身的人口很多 但整个社会在风气上 还是很重视婚姻的 老一辈人会觉得 一个人三四十岁还不结婚 一定有什么问题 职场上也会有人 歧视没有结婚的人 有的上司 甚至把下属有没有结婚 和她的工作能力挂钩 因此男性才会认为 结婚是为了得到 社会的信赖和平等对待 这种风气 近些年也在好转 所以这么认为的男性人数 在逐年减少 对于单身有什么好处 相比男性 女性认为单身的好处 更多体现在生活更自由 能维持广泛的社交圈上 因为很多女性 结婚后会变成全职主妇 社交圈自然就小了 而相比女性 男性认为 单身的好处主要是 不用赡养家庭 经济更宽裕 对这些调查结果 作者做了一个总结 女性选择结婚 要付出一定程度的自由 作为代价 如果结婚后 不能让经济更宽裕 那么女性就是得不偿失 因此 女性会想掌控男性的经济收入 而男性 希望自由地把钱 花在自己身上 不想被女性掌控经济收入 何况单身生活的不变 和社会对单身者的歧视 这些年都在好转 所以对很多男性来说 单身是力大于弊 也就是说 男女双方在经济收入上 存在尖锐的矛盾 女性想管钱 而男性不想被管钱 双方都不肯退让 因此造成未婚率的上升 未婚率相升的第三点原因 是女性就业率和收入的提高 以前很多日本女性 是收入不高的临时工 随着时代的发展 日本女性的就业率和收入 也逐步提高 日本的人口老龄化很严重 缺乏年轻的劳动力 日本政府也很鼓励女性 出来工作 还颁布了很多 支持女性工作的措施 但作者指出 女性就业率和收入的提高 反而让未婚率上升 日本总务省统计局 在2012年出了一个 就业结构的基本调查 调查了收入和婚姻的关系 里面的结论很明确 男性收入越高 越容易结婚 女性收入越高 越不容易结婚 按行业来说 广告出版 媒体设计等行业的 女性未婚率 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这些行业里 女性更容易展露头角 拿到高收入 而酒店 餐饮 保险 医疗等行业的女性 未婚率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作者认为 这主要是因为女性 想找比自己收入高的对象 如果女性自己收入很高 那对象的可选范围就少了 未婚率自然会上升 这背后的原因 和男主外 女主内的传统观念有关 虽然时代在变化 但很多男性依然希望女性结婚后辞职做全职主妇 即便结婚后能继续工作 很多女性在生孩子之后 为了照顾孩子也会选择辞职 所以女性结婚后会很依赖丈夫的收入 如果丈夫的收入比现在的自己还低 那显然很没安全感 除此之外 很多高收入的女性热爱工作 不愿为了婚姻放弃工作 她们也很自然地选择了不结婚 讲完了日本未婚率上升的原因 下面我们来讲讲离婚率 日本厚生劳动省2014年发布的人口动态统计显示 最近的十多年里 40岁以下的人口离婚率在降低 但40岁及以上的中老年离婚率在不断上升 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成为单身 在日本的离婚中 由妻子提出离婚的占了72.4% 在已经离婚的妻子中 排名最高的理由是经济问题 比例高达48.5% 其他常见的理由包括感情冷淡 和双方父母有矛盾 在打算离婚的妻子中 排名最高的理由是生活分歧 比例是36.7% 经济问题的比例也不低 占了26.5% 所以在协议离婚中 经济问题是妻子离婚的常见原因之一 作者认为 这是因为很多家庭都是妻子主管财务 丈夫虽然负责挣钱 但他并不清楚家里的日常开销 一旦家庭财务入不敷出 妻子是最先发现的人 前面说过 很多女性看重婚姻的经济价值 如果婚姻没了经济价值 自然也没维持的必要 加上近些年 日本社会对离婚越来越包容 认为双方在一起 要是过得不开心 离婚也很正常 所以现在中年夫妻一旦财务出问题 离婚的可能性就变大了 除了经济问题之外 丈夫和妻子都提到了生活分歧 不过在作者看来 相比中年夫妻 退休后的老年夫妻 更可能是因为生活分歧离婚 在丈夫退休之前 夫妻男主外女主内 两个人各自承担一部分家庭责任 形成了平衡状态 等到丈夫退休后 收入减少 只能拿退休金 这份平衡就被打破了 妻子觉得丈夫现在收入少了 却还和以前过着饭来张口依赖身手的生活 没有主动承担更多家庭责任 自然会产生不满 这份不满 可能成为离婚的导火索 作者认为 如果说退休前是夫妻相互依赖生活 那么在退休后 丈夫对妻子的依赖 要明显大过妻子对于丈夫的依赖 丈夫需要思考 自己退休后要如何生活 才能继续维持婚姻 所以日本单身人口增加的原因是 未婚率和离婚率的双重上升 未婚率的上升有三点原因 分别是90年代初的日本泡沫经济破裂 男女对经济收入的观念差异 以及女性就业率和收入提高 而离婚率上升 主要体现在40岁以上的中老年夫妻上 他们离婚的主要理由是 经济问题以及退休后的生活分歧 好了 《超单身社会》这本书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视觉化阅读 让读书变得更简单 锦灰试读